那Blender的 這裡一般來講我們用的是BlenderRender這個東西 那這個BlenderRender我們必須要按F12才會看到最後的成品 但是現在有一個新的Render的成像引擎叫Cycle 那這個呢就不是用F12看成品 它是用這裡的Render去看成品 OK 那這個東西其實它裡面應該已經幫你內建好 就是當你選擇CycleRender的時候 它應該已經幫你設定好了就是它的節點編輯器的東西 OK這裡如果沒有的 預設可能沒有 然後我們可以加 這邊加進去 選這個UseNode 有看到它跑出來一個 DiffuseBSDF 然後這邊呢我們就用Render的模式來看 OK這時候你看到的結果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我在這邊呢直接選顏色它會改 OK 所以它可以讓你立即看到一些成像的狀況按 而且可以互動式 可以互動式 那這個應該是Cycle最比之前的東西好的地方 但是相對的它可能也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互動式其實比較慢 因為它一直在跑 而且會有鋸齒狀 會有鋸齒狀 但是跑完之後就沒有鋸齒狀 那所以你如果要編這個物件的話 就要先回到這個 不要再Random模式 回到Solid模式再去編 比如說我們這邊去做一個Modify 做Subservice 做兩次 那這邊再回到Random模式去看 OK 就可以看到 好 那這個是Cycle的用 所以可以透過這樣比較互動式的觀察到 你的模型在改變顏色 改變各種狀況之下 它呈現的結果 OK 大概這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個技巧 那你如果外面載入模型的話 同樣的也是會要用這種方式去看 我這邊給個例子 剛剛有一個這個刀 那我把這個刀載入進來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看這個刀的結果 現在已經是CycleRandom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直接選Random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刀的樣子 看它的成像結果 就不需要按F12去跑 反而會跑慢很久 是互動式的 CycleRandom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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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